大家好,又是時間陪我們Dubcouple去旅行 這次要分享的墾丁之旅 可以說是我們台灣之旅最期待的一站 除了這次我們第一次來墾丁之外 這次還要集合了台北和台中的朋友一起玩 這麼難得的旅程 這條影片就作為一個簡單的紀錄 這次我們住的民宿是由台中朋友選的船帆石白旅居 我們終於來到墾丁了 進來這間酒店房 哇,好正啊 好高級 很久都沒有住過這麼正的酒店房 這個是浴室,鮮景浴室 有一個小小的浴缸 設備就齊全了 然後呢,出到這裡就 雪蓋啦 基本衣設施啦 對了 那麼 上到一級、兩級之後呢 就在這個位置 嘩 房間好漂亮啊 那麼呢 就 因為現在我們來到是晚上了 露台,在外面有個小露台 小露台的 那對著這個view 我明天才再拍啦 但是這個 房間是 十分之漂亮啊 去到早上了 可以拍下露台的景啦 無敵海景啊 好正啊 超級舒服 而且今天的天氣是超美 而最正的是 早上我們可以拿早餐上露台 邊吃邊欣賞這個這麼美的海景 又是超美的 下紀天阿 流洞啊 就是 那很美的 當然 沒辦法 對著 嘩,全海景啊 吃完這個豐富的早餐,我們就出發去第一個景點,白沙灣海灘 這就是白沙灣,這個沙灘相對來說比較少人 海水是超級冰陸,很漂亮 沙很熱,不過很幼,沙很幼 好,下去玩吧 在這個時候,台北的朋友就好好享受日光浴 而台中的朋友就要試一下這個這麼刺激的香蕉船 而我們就簡單點,在海邊跟小朋友玩一下就算了 很多年,很多年沒碰過沙 水很清,而且水也是清涼的 超級冰陸 超級冰陸,你看 超級冰陸,你看 好棒啊 洗口 好棒 好小 在沙灘玩了一段時間大家都見我了 所以都在附近找一間餐廳吃東西和聊天 而這間餐廳都坐得很舒服 食物都不錯 其實這次的旅程真的很難得 幾位朋友其實是我之前去台灣旅行的時候認識 跟他們很合談很有緣 所以一直保持著聯絡 這次他們知道我會來台灣 特意就時間由台北台中開車下來和我在墾丁集合 還要安排所有的行程 我真的很感動很感謝他們 所以整個旅程我都盡量好好享受跟他們相處的時間 也都跟他們聊了很多很多 這次小小的片段就當是一個簡單的紀錄 讓我好好記住這個回憶 分享完我的感受 又帶大家看一下這條墾丁大街 這裡是整個墾丁最旺的地方 感覺跟早上見的藍天與海灘完全不同 就這樣看下去就好像回了市區一樣 不說以為在台北夜市 整條街充滿著不同的食物和店 相當熱鬧 所以玩完一天在這裡掃街吃東西 就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而我們就選了這間大排檔 來到墾丁當然要先試海鮮 吃完東西我們就去了這個有情調的沙灘 曬著月光聊天 整件事簡直就是好像 時光倒流回大學時期的青春 今次的墾丁之旅 全因為你們才會有這麼多開心的時刻 所以我幾時都說 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要Follow我們Dubcouple的IG 下次見